觀念時刻帶您迅速掌握潮流趨勢 歡迎收看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宇 首先帶您關心台積電 持續在台灣發展先進製程 傳輸1奈米製程 可能落腳桃園龍潭科學園區 本週龍潭科學園區三期計畫正式啟動 台積電1奈米先進製程 外傳將在桃園龍潭設廠 檢政院長蘇貞昌三號率領部會首長 前往竹科龍潭園區盡情視察 仔細聆聽簡報 並宣布啟動龍潭三期報邊計畫 蘇貞昌表示政府必須預作準備 將先進製程留在台灣 我們龍潭科學園區整個土地的租用 已經進飽和 政府會為廠商願投資台灣 願把先進製程技術留在台灣 做各種努力 竹科龍潭園區預計拓展的三期基地 土地面積將突破100公頃 七到八成用地提供廠商專用 有望吸引台積電在內半導體供應鏈進駐 桃園市二零二一年完成龍潭園區 東向連外道路拓寬工程 順利連接國道三號龍潭交流道 也串起桃園新竹科技朗道 基地部配合三期計畫 力求水電供應無餘 台積電也提到了 就是它的先進製程會持續在投資 那這個對台灣是非常重要 這不僅台灣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那表示台積電對台灣有信心 我們非常支持這樣的一個先進的製造 在台灣來落地 現在有一些媒體在講的什麼去台化 那這個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 台積電一奈米場如排版落腳龍潭 財經專家謝金河認為 儘管部分人士大量唱衰台積電 但明顯可見台積電深耕台灣的戰略布局 也是台積電迄今為止最大規模投資案 有關大桃園未來長遠發展 新台的電視胡數下審問同 台灣桃園報導 好 繼續來看到台積電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無奈米場 12月上旬將舉行首部基台遺跡典禮 據傳美國總統拜登跟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都在受邀名單內 有機會見證這起戰略投資案 從高空府看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無奈米場如火如荼建設 12月上旬將舉行首部基台遺跡典禮 到時候除了董事長劉德英將帶領近300名 公司高層及台灣官員前往出席 據傳美國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都在受邀名單內 有望一同見證這項極具戰略性的赴美投資案 台積電斥資120億美元建設的亞利桑那州廠 預計2024年量產月產能2萬片 去年4月正式動途 今年7月舉行上當典禮 建廠進度相當順利 台積電表示12月的一季典禮 計劃邀請包含客戶 供應商學界和政府代表在內的嘉賓 一同慶祝首批基台設備到場的重要里程碑 根據了解台積電將透過華航包機 將設備所需的基台元件和人員 分批送往美國鳳凰城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唐趙婷玉 台灣台北報導 工業電腦大廠延華 本週舉行法說會 總經理陳清晰表示 景氣最壞的時間已過 不過仍看淡中國跟歐洲市場 隨著研華在美國營業比重增加 規劃在加州建立區域總部 預計2026年完工 缺料危機舒緩 工業電腦大廠研華第三屆營收186.4億元 最後權益31.84億元 EPS4.1元創歷史新高 累計前三屆營收515.58億元 EPS10.59元 逼近去年全年10.67元紀錄 不過受到中國清零封控 以及經銷商客戶存貨調整 導致當地市場需求不振 研華表示尤其工業物聯網訂單相對疲弱 談到明年表現 研華看淡中國及歐洲市場 總經理陳欣希舉例 歐洲很多的麵包店用天然氣烘焙 因為能源價格高漲 多數無法營業 甚至調高麵包價格 將可能擴大到當地晶片 重要零件製造生產 有四五十%會發生 另一方面 研華持續擴展美國市場 規劃在加州自建生產研發基地 建立區域總部 展望景氣 研華表示 全球經濟面臨高通膨與景氣下行的嚴峻挑戰 退貨研華明年上半年營收缺緩 下半年有望恢復成長動能 新唐亞台電視林家維 李晶晶 臺灣台北報導 美國公布晶片禁令跟盟友聯防圍堵中共 臺灣需要跟進制定晶片法案嗎 利基電董事長黃從仁認為 美國晶片法案旨在對付中共 如果臺灣在制定一個晶片法 恐怕太複雜 但是可以在安全上做考量 為了穩固臺灣半導體競爭力 學者PO出議題建議推動臺灣版晶片法案 利基電董事長黃從仁認為 美國晶片法案旨在對付中共 如果再設一個晶片法 恐怕太複雜 我們已經有一個美國的晶片法 大家要comprise這個晶片法都已經弄得很辛苦 再做一個晶片法那不是搞得更複雜嗎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點點安全上的一個 考量的一個管理辦法 現在強化我們自己產業的競爭力 它的關鍵性是最重要的 對於學者提出的台版晶片法案 內容提到可以透過補助企業 租稅減免等方式讓產業續留臺灣 業界大佬則有不同的看法 本身廠商就會留在臺灣 因為臺灣現在是全世界最具競爭意的一個地方 它本身是一個產業結構的問題 整個技術的形成製造的優勢 都已經在臺灣形成一個相對任何一個地方 強很多很多的一個情境 臺灣的工程師的素質跟臺灣工程師的成本 臺灣的這些等等的CP值是全世界最好的 它的價格是國際價格 但是我們臺灣的成本 特別像臺季這樣 它的成本與臺灣的成本是比美國便宜很多 對於半導體景氣 黃崇仁預估 明年通膨情況渴望趨緩 最快明年第二季景氣有望逐步回溫 庫存渴望明顯趨化 看好明年下半年產業景氣表現 汽車電子仍是產業亮點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輝謀 林玉堂 曾鮮敏 臺灣 臺北報導 好 針對美國晶片禁令 臺灣晶圓代工大廠世界先進 董事長方略表示 現進項目多集中在AI 跟高效能運算等先進製程 短期內對世界先進並沒有負面影響 反而是晶片廠因為去中化 尋求跟世界合作的機會 看見訂單成長的機會 國內成熟製程金圓代工廠之一的世界先進 第三季合併營收133.27億元新台幣 儘管累計前三季EPS7.81元 已經賺銀去年全年度 但產能駕動率從滿載降到81%到83% 事況出現嚴峻的庫存調整壓力 概率來說 為因應疲弱的縱端市場需求 客戶持續提起進行庫存調整 使得公司訂單能見度縮短為三個月左右 我們預期二零二二年第四季的產能利用率 將會進一步的下降 世界先進第四季營收 恐怕跌破百億水位來到九十五到九十九億元 以中間值計算即衰退超過百分之二十七 營運雙率明顯下滑 二零二二年資本支出 二度下砍到兩百一十億降幅百分之十 二零二三年產能擴充計畫動態檢討 董事長方略表示 明年由於通貨膨脹利率拉高 全球經濟走弱等因素 事況還很難說 整體而言除了車用晶片需求較為穩定 3C消費終端都很疲弱 法人也關心 美國對中晶片制裁禁令是否衝擊營運 方略認為短期內並沒有看到明顯的負面影響 譬如去中化也好 我們是有接到一些這個尋求合作的長期合作的機會 IDM的公司也有這個所謂這個在某些情況下希望把在一些 他們想要拉出來的一些方針拉到本公司來做 地緣政治變數可能帶來新的機會 業者面對景氣下行調整 積極縮減支出 省省應應 好 因應半導體產業發展需要 行政院近兩年加速推動南臺灣的半導體 S郎帶計劃 高雄市政府宣布成立半導體S郎帶產學大聯盟 邀集包括成功大學跟中山大學在內加入 集合學界跟業界的力量 江蘇培育產業所需要的人才 半導體S郎帶產學大聯盟正式成立 南部半導體S郎帶逐漸成型 週一高雄市政府舉行產學聯盟成立大會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金親自出席力挺 指出國立中山大學和成功大學 近兩年就陸續成立半導體學院 已經成為南臺灣護國群山的堅強 護盾加速人才育成 連盟成立的同時 半導體S郎帶服務中心 也同時接牌 協助廠商一條龍 解決各項問題 高雄市今年4月30號 核定男子產業園區設置計畫 舊的煉油廠華麗轉型 將交付台積電進駐 未來將可創造至少每年1576億元的產值 成為南部半導體S郎帶關鍵核心 高雄在地的樹間大專院校都會是我們 這個S郎帶產學大聯盟裡面的這個成員 那期待整合相關的產學員的資源 來共同帶動來發展我們這個半導體S郎帶 所需要的包括人才 包括技術 包括國際合作 台積電 日月光 艾斯摩爾 美光 以及南亞科等大廠都派出高階助館參加 官員表示 現行半導體S郎帶有97家廠商進駐 帶動周邊半導體石化 金屬加工 5G IOT等產業人才需求 聯盟的成立也讓學界與業界互動更加緊密 新台記者李俊榮 史文彤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好 我們接著帶您看到這一週的財經趨勢短播 印度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說法指出 蘋果 台灣三大iPhone代工廠正在擴大印度產能 正在鴻海鄭州廠傳出大量工人撤離消息之際 格外引人注目 行動處理七大廠高通執行長預計 2024年將是Windows PC 採用骁龍晶片大放益彩的一年 紅檔明確表示 沒有打算在未來的電動車上搭載任何形式的手動排檔機構 無人機通常都有負重限制 如果要進行拼遠地方救助任務 勢必無法帶太多食物 對此 瑞士科學家研發出一款機翅可以吃的無人機 雖然有去無回 但至少可以幫助備救助者果腹 新唐人亞特電視整理報導 超微上計數據中心業務強勁 抵擋電腦需求萎縮的衝擊 激勵股價大漲 也帶動晶片類股同步走高 美商超微公布第三季財報 營收56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29% 雖然PC晶片客戶事業營收年減多達40%到11美元 但資料中心事業第三季年增45% 彌補個人電腦市場的不景氣 挨注影韵動能 超微預測第四季人體營收借在52-58億美元之間 預期將交出年成長14%的成績 有別回答英特爾等同業陷入雙位數衰退窘境 而全年營收更渴望年成長43% 蘇自豐預期PC業務有機會在明年逐步復蘇 加上資料中心表現亮眼 持續瓜分 英特爾市場 超微週二盤後股價一度大漲6.3% 最後電子盤收在62.19美元 上漲4.24% 新台電視高就能審問同 綜合報導 好 科技界受矚目的ARM年度科技論壇 回歸實體本週揭開序幕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休息一下 我們上回來 歡迎回來 科技界受矚目的一大活動 ARM年度科技論壇呢 睽違兩年重回實體舉辦 ARM資深副總裁 臺灣總裁跟力旺董事長 暢談在萬物聯網時代安全的重要性 動作到物體 自動停駛 汽車變得越來越聰明 在全球細緻彩龍頭ARM舉辦的年度科技論壇上 臺灣總裁曾志光跟力旺季商馬科技董事長 徐清祥暢談在萬物聯網時代安全的重要性 我們會發現越來越來越多的平台 我們會在你的Mobile device 我們在你的H device 在你的飛躍身體的自由運動 所以你 安全安全絕對是 我們未來 所有的Vector 所有物業院 所有人要去 這個Empathize的一個動作之中 現在是Security Everywhere 就是因為現在萬物聯網 每一個 device要有自己的運動ID 那你要是有身分證別人 你可以來認證你 那你還要有認證的機制 去認證別人 那這些都是Security的方法 二無謂持用供應鏈打造的Sofi架構 目前已經有超過50家企業成員 包括軟體商 IC設計業者等領域 整體生態系持續擴大 徐清祥指出 未來汽車將成為軟體驅動的交通工具 過程中每道程序都跟安全相關 在當前半導體市場 傳輸雜音 而在當前半導體市場 傳輸雜音 的情況下ARM台灣總裁曾志光坦言 半導體市況比先前看起來更保守 明年營運挑戰大 令旺董事長徐清祥則表示 營運不受影響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舟祥 直前李兆鼎玉台灣新竹採訪報導 低軌衛星成為通訊科技界的焦點 台灣電信龍頭中華電信 曾透露跟SpaceX的星鏈服務 有諸多交流 而近期數位發展部提出概念性驗證 要來協助境外低軌衛星業者 來台落地 中華電信也樂觀其成 中華電信和全球定位系統商合作 推出衛星通訊服務 滿足偏遠山區需求 讓山友可以透過相關服務裝置 進行簡訊交流 定位和緊急救援 這是低軌道衛星 跟我們國際分公司 平常在使用的高軌道衛星是不同的 業者持續佈局低軌衛星 先前數位發展部提出概念性驗證 POC協助境外低軌衛星業者落地台灣 而11月8號也開放商用衛星通信頻率申請 在低軌衛星計畫方面 中華電信總經理郭水毅表示 相關POC法規駐爐後 中華電信樂於和任何業者合作提出申請 中華電信樂於任何業者合作提出申請 如果以非同步就是包含中軌跟低軌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明年的上半年就會按照概念驗證的方式 先按照我們自己應變的需求來進行使用 中華發展部第四期前瞻建設計畫之一 應變或暫時應用新興科技強化通訊網路數位韌性計畫 部長唐鳳先前說明明年起為期兩年規劃 將在國內700多點及國外三個站點 設置非同步軌道衛星設備 新唐亞太電視黃亮簡 曾新敏 台灣台北報導 接下來帶你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長官的角色 龙波馬星 鮮 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最大iPhone代工厂 鴻海富士康 郑州厂爆发疫情 大量员工徒步返箱 另外呢 郑州航空港区也实行七天全域静态管理 外媒路透社报道指出了 郑州厂疫情恐影响苹果iPhone生产 十一月的出户量减少高达三成 而外媒彭博社呢则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指出 鴻海针对重要职位员工 寄出调薪百分之三十六的条件 中国大陆网络传出多个影片显示 不论白天黑夜 有大批人群出走富士康厂区的画面 甚至攀爬铁丝网徒步走上高速公路 河南省郑州的富士康厂区爆发疫情 而这座工厂是富士康最大的苹果iPhone组装厂 路透社报道 这家工厂拥有约20万名员工 员工因为不满疫情管控而出走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 郑州厂的疫情问题可能导致iPhone11月份出货量减少高达三成 还有另一名消息人士指出 富士康正在提高深圳工厂iPhone的产量 鸿海集团方面随后发出四点声明表示 钢前实施闭环管理 点对点通勤 厂内相关物资供应无余 对于有返乡意愿的员工 园区联合政府组织车辆 从10月30日开始进行有序返乡服务 并且重申 园区的疫情已经在逐步控制之中 鸿海受到消息冲击影响 周一台湾股市开盘 鸿海的股价下挫 最低来到101.5新台币 下跌2.4% 盘中利手百元价位 新唐雅太电视 陈惠摩 曾新敏 中利报道 欢迎回来面板厂群创布局场域经济 攜手美式连锁餐厅 导入智慧零售解决方案 在台湾开创新的生活形态 另外有消息指出了 三星高阶主管这周来台 要跟群创和友达谈明年订单 对此群创也作出回应 首饰清辉就能翻到下一页化作 面板厂群创吸收美式连锁餐厅 把智慧零售解决方案导入店内 在面板景气低迷之际 开创新的生活形态 外在越乱的时候 我们心要越定 台湾是宝岛 那我们假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反向我们可以做什么 把Display变成Smart Life的一个工具 我们台湾在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形态 就可以从硬体的八千亿变一兆两千亿 那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就可以创造我们的GDP 同时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总经理杨祝祥指出 俄乌战争中共清零以及美元飙涨 这些都是外在因素 加上供需失衡使得面板价格下跌 导致群创友达第三季营收下滑 中国面板厂京东方六年来首次单季亏损 第三季净利亏损十三点零五亿人民币 年减百分之一百一十八 另外有消息传出 三星高阶主管这周来台 参加对非大陆面板厂的采购 要跟群创友达洽台明年订单 对此杨祝祥表示 不对单一客户做评论 是否跟三星见面 杨祝祥与代保留 展望第四季 延掉预测 十月电视面板爆价触底 为伏反弹 第三季渴望是面板厂营运谷底 新唐雅台电视成为模拟 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 对您看到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十一月八号 迪士尼发布财报 十一月八号 联发科天机旗舰新品发布会 十一月十号 美国公布消费者物诈指数 十一月十号 红海法说会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四点零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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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